虽然零下一次一甲的转会期开启还有很长的时间,不过需要流量的意大利媒体还是非常热情的抱住国民未来的两大补强目标,先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首先根据罗马体育报的消息,国民有年千万年28岁的编后卫达米安的想法,虽然之前一直都在传来,黑军团想得到他,不过今年夏天国民搞定纳克罗地亚国脚福尔法律科,所以达米安就不在国民的计划中了,不过考虑到这位一道立编后卫和曼联的合同今年夏天就到期了,国民还是会好好考虑一下他。 其次,根据意大利媒体FCINTERNEWS.IT的消息,埃根廷国家对主力中厂梅萨的经纪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国民并没有直接向他的客户表达出兴趣,不过他本人却认为梅萨很适合目前的国民,如果有可能,他会考虑要这名26岁的埃根廷国家去意大利踢球。 虽然意大利的媒体很关心国民,但是实话实说,这两人都不怎么靠谱,国民现在缺的是左后卫,无论是埃法莫尔还是达尔波特都不是太晚,而达米安如果只能T6后卫的话,来到国民就没有多大意义。 毕竟他的水平和大布罗西奥差不多,在考虑到他的工资水平,还不如内部挖钱。 而梅萨虽然是因为位置不适应影响了他在世界位上的表现,但他毕竟没有在意大利踢过球,能不能适应是个问题。 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潜力,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说实话,国民在今年夏天的补偿,只是增加了阵容的深度,并没有对整体实力提升太多。 特别是在前腰这个位置,居然只有那英格兰一个人可以胜任。 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开局不利的主要原因,国民目前并不需要像莫德里奇这样的世界级球员,只有拉贝尼亚才是蓝黑军团,这应该满下的球员。 国民之前,因为受限于财政公平政策的原因并没能留下他,但回到巴萨的拉贝尼亚,目前无法得到稳定的阻力位置,甚至一度传闻,要被球队低价甩卖。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还是应该出手牵下他,也有传闻说,斯帕莱蒂并不喜欢这个巴西人,但国民的主教练并没有承认这一点。 万一那英格兰的出现什么问题,蓝黑军团的中场组织就会出现大问题,到时候斯帕莱蒂能不能坐稳帅位都是问题,还有什么理由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当然,现在说这些也太早,到了下一个转会期,再,看看国民会有什么动作吧。